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是从小看他电影长大的 他真的有上百部作品了 而且步步都经典 都被你们发现 成龙大哥拍的电影 动作画面非常的惊险刺激 对 从来不用替身 而且他大伤小伤 听说挺多的 听说他肋骨断了几十次啊 什么骨头蛇掉啊 可见我没成龙大哥真的好敬业 应该要佩服他 以上的精神性才有今天吧 所以说呢 这个大哥要练成 那是要付出很多再加弹 成龙那些惊险刺激的电影场面 是他电影的一个标志 那些画面更倾注了他无数的心血 从头发到脚趾夹 成龙身上几乎每一个部位都受过伤 有些伤甚至危及生命 他身上的每一道疤痕 都是日后成功的垫脚石 一次次的伤痕累累 也证明了成龙对电影事业的无限热爱 和对观众的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